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躺死老子了 好强大的战斗力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人 区区灵机进四重天修为 竟然能够硬生生接下我的轰击 陈他们一样的变态 灵机进九重天 我呸 就凭你这点修为还想杀人越祸 小子 有什么本事统统施展出来 免得被老子杀了后悔 找死 血手人 五月轮回秘书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修炼过极品战技 不对啊 阴阳之剑属于上品战技 根本不可能爆发出这么强大的威力 哼 怎么样 我早就说过 就凭你那点修为 想要杀人越祸 哼 你要是再不施展你最强的能力出来 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我要将你大卸八块错苦赢辉 黄炫刀 杀 吴家的灵气果然一线毒了 刀上都脆过毒 小子 你能够负在黄炫刀之下也足够自傲了 哈哈哈哈哈哈 狂子也不是吃素的 吴家的脆毒灵气不是一般的霸道 幸亏老子修炼着日月轮回秘法威力强大 否则今天惨死在寿王山脉的 还不知道是谁呢 今天感觉不太平 办完事早点走回庙 这里的人看起来像是军家的人呢 敢一下子杀军家这么多人 此人一定不一般 哼 不管了 先搜东西 军家的人身上肯定有不少宝贝 又要发一笔横财了 所有的宝贝都没有动 看来那个高手 对财富根本没有兴趣 难道那位高手 也是奔着烈焰虎来的 可是烈焰虎对我来说又非常重要 无论如何也不能失之交变 敌人虽然强大 老子也不是你捏的 岂能被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吓住 那也太丢人了 前面有人 军熊 你好歹也是军家的天才弟子 勇武学院内门学院中的顶尖高手 修为踏入灵基进九重田 难道 连和我唐奥一战的勇气都没有吗 清安是洛日成年轻一代高手中最可怕的人物 勇武武劫之夜的唐奥 勇武武劫 是洛日成青年高手之中最强大的存在 军破天 湛阳 武痕 唐奥 慕容西花 这五个人都是灵丹境高手 随便拿出一个垛垛脚 落日成都要颤三颤 在灵武大陆 武者修炼分为两种 一是修炼灵道 以自身为世界 吞吐天地灵气 增强修为 二是修炼肉身 强壮筋骨血脉 修炼到天地一体境界 便可肉身成圣 拳破苍穹 只要炼制初吃羊丹 我就有机会修炼成初级肉身 到时候就算是灵丹境高手 想要杀我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唐奥 为了一头烈焰火 你竟然打开啥戒 挑衅君家 难道不怕君家老祖和军破天 找你算账 废用 军破天虽然与我齐名 可在我眼里 他不过是一个 依仗家族实力 作为作福的纹裤 如果他敢和我一战 勇武武劫 只怕叫变成四劫了 怎么 不敢应战吗 你根本就是废物 既然不敢应战 那就交出来 烈焰火那单 有多远滚多远 你 杭奥可是 灵武大陆的高手 越级挑战 犹如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可见其有多可怕 而我实力本就不如他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岂难因为一时气愤而断送了自己的小命 好强大的灵术内单 这宝贝 无论如何老子也要得到 居然还有人在 灵机静似重天 秀位虽然不高 可灵气雄魂 战力强大 比起军雄 有过之而无不及 怎么 你也想要这颗烈焰火那单 不错 的确有这个意思 好好好 想不到落日成州 还有你这样的少年英雄 多谢唐公子夸奖 少年英雄愧不敢当 不过 这颗烈焰火那单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希望可以行个方便 二阶灵兽烈焰火那单 虽然算不上珍贵 可也价值不菲 我为了得到他 杀了军家十几个高手 岂能随意送人 不过我这个人 从不势强凌弱 以你的修为 只要能够接住我两剑而不死 烈焰火那单就是你的了 哼 真的 只要我接下你两剑 烈焰火那单就是我的 大丈夫一诺千姬 生死无悔 不知死活的东西 唐奥的剑术出神入化 老子倒要看看 你是怎么死的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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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